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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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一周VLOG的第一天 之前就是我有看到有观众在底下留言说 好奇我一般的 类似时间管理啊 或是自制力之类的 就是平常是怎么工作 这类型的问题要怎么说呢 就是平常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安排自己的时间 那我想说我就把它记录在我一周VLOG里面 那会变成说 我今天的这个一周穿到VLOG 内容我会拍的比较细一点点 就可能会多拍一点 我会怎么安排我的工作啊 怎么安排我的时间 所以这次的一周VLOG呢我只会拍五天 就是以五个工作天来讲 就是我平常都是怎么工作的这样 我好像一直在鬼打枪 这礼拜应该算是也是蛮充实的 会蛮忙的 我等一下会带你们到我工作室看一下 我的安排的行程和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现在是早上的8点17分 我要先来画全妆 因为我今天想要拍影片 我画完妆之后再来跟你们更新 这样子 好的各位 我现在画完妆了 那我现在还没有换衣服 因为我等一下要拍穿搭 所以我的衣服在我的工作室 我等一下应该会直接去我工作室这样子 那我今天的妆容呢先跟你们报告一下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欸 底妆呢我是直接擦了阿里的这个防晒 然后我就用Edis老师这个AMFairyland的妆前校色乳 我用黄色和橘色去混 这样就稍微整个均匀我的肤色 上完这个之后呢我就上Suku的蜜粉 妆感非常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 我超级喜欢Suku的蜜粉呢 就是它刚上上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还好 可是你大概等3到5分钟 它稍微吃进去之后马上就会 呈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底妆光泽 这样我这个我记得是带有一点点光泽感 所以蛮适合干肌 你不想要太干的底妆的人的话 这样子 那再来是我今天的眼影用的是 Intergrade这一个 RD706这个小盒的眼影 好漂亮喔 是一个温柔的这种粉籽玫瑰色 然后是腮红也是用Intergrade 这是他们新出的一个腮红霜 那色号是PK322 而且我这个腮红霜是在我蜜粉之后用 我本来有点怕结块 可是我实际上推开觉得还好耶 还可以 最后是今天的唇彩 今天唇彩是新的 这个是完美日记名片唇釉 然后他们这个是新出的 类似玻璃果冻唇的系列 他们之前是这一个 我之前有出现在VLOG里面 其实这个我很喜欢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在 妆容影片里面出现它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之前这个质地 他之前的是偏丝绒雾面质地的 然后现在新出的是果冻 琉璃光的感觉 质地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之前的丝绒感觉 这样 你们看质地的差异 这个是旧的 这个是新的 这种果冻感的 这样子 我今天用的色号是106 106号的颜色是蛮漂亮的 有点像九字樱桃的感觉 我自己把它取名字啊 我觉得很像那种樱桃色 好我现在已经到我的工作室了 那通常呢我会安排我 早上也就是中午前拍片 第一是阳光比较好嘛 然后我觉得早上拍完 中午休息的时候 就比较会有放下一个工作的感觉 所以我习惯任何拍摄 这个都是在中午前完成 我在每个礼拜开始之前 像我昨天礼拜日 我已经先安排好 我未来这周要做些什么工作 我通常会用Apple的内建行事例 那因为内建行事例 就可以直接跟我手机同步 像我有时候手机 反正就是有打什么东西 就可以在手机里面同时看到 我习惯用这个来安排我的 每天工作 反正我目前是已经安排好 我这周要做的事情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中午前呢 是要拍GU的小短片 那如果你已经是有固定 在看我频道的人的话 我上片频率 其实差不多三四天 就会上一部 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 会有两部 然后一个月我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八到十部 如果我高缠一点 想要再拼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缠到十部 可是目前好像还没有成功过 目前最多就是一个月九部 八到九部是平均 那关于影片主题呢 是有时候我可能晚上睡前 或是晚上有时候会想到 我就先记录下来 那我通常都是用Apple的备忘录 反正就是因为可以同步嘛 所以有时候我手机记了 我电脑也可以看 然后有时候想到什么 就编辑什么 我就把我的灵感写进去 这样子 那我现在衣服都已经在我工作室了 我想要先把它熨烫一下 整理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要怎么搭配 那我现在已经拍完了 我今天还算是拍得快的 因为今天这个只是拍一个简单的IG小影片而已 那我今天的OOTD没有就是GU的 这件是GU的一个 所以是棉麻的衬衫吧 它是一个姜黄色 蛮随性 小男孩风的 然后下半身的裤子呢 我穿也是GU的 这个主厨裤 这个其实是男装 那我拿S号 这样子 那现在11点半嘛 我大概我想说我12点的时候 出去买我的早午餐 对我一天基本上只是两餐 中午一餐 然后晚餐一餐 我都是12点 尽量维持在12点到6点之间吃饭 186的断食这样 这样子的吃饭习惯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这样而且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 因为我早上工作 然后早上通常又是拍拍摄 那拍摄通常也比较累一点 所以我如果有一个中午吃饭的这个目标的话 我就会心想说 我赶快拍完我等一下就可以吃饭 虽然也不是吃什么好料的 但就是吃可能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通常早午餐我都会比较期待一点 所以也许吃Q Burger 有时候吃Louis 那就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就对了 我基本上呢 是不太花时间做饭的人 所以 不太像有些人还要花时间备料啊 煮菜啊 所以这一点我确实是省了一些时间 因为有时候我家里也会煮 所以假日的话可能家里吃家里煮的 那平常日的话我可能会自己出去买 吃这里的 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出门 好 那这就是我早上的部分 我等一下就是边吃东西 下午可能就剪片 我再看怎么样再跟你们更新 今天的穿搭 上半身长这样 然后裤子是这一个 就是GU的主厨裤 我穿S号 因为这个本身是男生的裤子 然后我有稍微反折一下裤官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利落一点 因为这件主厨裤其实它毕竟是男生的款式嘛 我觉得它其实在这一个区域 这个叫什么 大腿根部这边 没有那么修饰 可是它穿起来是蛮 腿蛮直的啊 就你稍微盖掉的话 这边是这样子 直的然后稍微收下去 所以这个其实还ok 便断完咯 现在是快五点 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现在长得超狼狈的 哼 然后现在五点嘛 我稍微耍废休息一下 大概快六点的时候 我就会去准备我的晚餐 Alright大家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 然后刚刚吃完饭之后 我就洗了个澡 保养一下 然后安排一些工作的东西 明天我要拍的影片的准备 我会稍微先看一下脚本 然后开始思考一下我要怎么讲 这样子 那我现在想要来看剧 我最近在看日剧 打扮的恋爱是有理由的 好 嗨大家 今天是礼拜二 然后现在是早上十一点 那我今天起床之后 我已经先把我的妆和衣服换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呢 一样是早上要先拍片 像我昨天 就如你们画面中所见的 我昨天是拍穿搭 那通常我这样的影片呢 我穿搭和说话的画面 我会分两天拍 就我比较不会一天拍完 我觉得那样我会身心太疲累 所以我都已经分两天 那我今天就是要拍我讲话的片段 这样子 今天的妆呢 比较走一个 这怎么讲 低饱和度那种日系清新 就没有一个太明显颜色的感觉在脸上 底妆我用的是这一罐 Lancourt的小奶盖 我用的色号是O01 这罐呢 去年的讨论度很高 可是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粉底啊 就是底妆这个品项 大家的讨论度好像都比较低一点 那我今天就是用这个 其实妆感我还是挺喜欢的 它有很漂亮的那种奶油肌妆感 我今天眼影用的是3CE这一盘 四色眼影 然后我主要用的是里面的雾面色 上面这两个 然后深色夹身 那打亮色我没有用这里面的 因为我今天想要用止唇袖的它这一个 这个是止唇袖的单色眼影 然后它是那种湿式的钻光质地 它上在眼睛上啊 会有种你的眼妆那种闪闪很像水水光的感觉 这样就不同角度的时候 那个光感很漂亮 所以非常上镜 这个色号是Sand Glow 它是比较偏向基本的金色白色基底的闪光 所以它其实跟每一种颜色的眼影都蛮搭的 像这样这边 你看它在转动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湿润湿润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超级漂亮的 然后叠叉在随意一个雾面眼影上面都很好看 这样子 今天的腮红和唇彩都是用Suku的 腮红式Suku的125号 这个中文名称叫小告 不过它是限定色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我好像之前就推荐过蛮多次了 Suku的腮红粉真的很细 它的显色度是可以叠加的 可是它在叠加的过程中 又不会让你的腮红变成猴子屁股 就并不会晕不开 它是能够非常非常自然的融入我们的皮肤的 这样子很漂亮 然后是我的唇彩是这个Suku的 色号是08号 这个是唇釉的质地 这一支其实我用的次数很少 可是它其实只要我有差的话 它的询问度都蛮高的 因为你们看它是有点这样子 自然的奶茶色 又稍微有点带棕色涂色调感觉的 跟市面上很多的奶茶色色调都不太一样 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在 其实它颜色很好看 只是它的颜色有时候上太多层的话 会有点过于深太浓郁了 所以像我今天的上法呢 我是上了全部涂满之后 我在用干的卫生纸把它压过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比较漂亮比较自然 总之我觉得以它的颜色表现 还有它在嘴唇上的舒适度 和持久力我觉得都算还不错 舒服的东西就是 毫无疑问的可以入手的类型 那项链的话和耳环 都是这种比较日系感的元素 这两个都是一个虾皮卖家 Pure Wood的 我觉得很漂亮 我最近有在他们家再买他们的新品 然后之后有收到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的衣服呢 都是GU的 GU的一个白色头肤衬衫 和奶茶色吗 奶茶卡其色的一个短板背心 这样子 好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工作 Hello 大家好 我是Pitch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夏天的 现在是中午12点15分 我今天录得蛮快的 算还蛮顺利的 然后现在中午嘛 就差不多到了我的吃饭时间 我今天的穿搭给你们看个全身 早安大家 现在是早上9点 然后我现在想要先来出来买个咖啡喝 因为今天早上的工作很硬 今天工作很多 所以我要先买个美式来喝 再回去慢慢工作 就今天一整天工作都是剪片的工作 今天一整天工作都是剪片的工作 所以早上需要喝点东西 所以早上需要喝点东西 我就买个妆也美式 这样子 我今天的工作呢 是我早上要上字幕 因为我今天或明天要上的影片 我字幕本来已经打好了 但是一些 因为错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 所以我必须再重新调整一下 我昨天为了这件事搞得非常心很累 反正就觉得天哪 本来以为已经上好字幕 然后又要再全部重新调那个时间轨就对了 然后再来是 下午的话我就要开始剪 这礼拜五要给厂商的片 这礼拜工作应该还算稳稳的 还算顺利 我不能还以为会很忙 但是其实 还算有在掌控范围之内 然后我今天穿的衣服 欸我今天还没有带饰品 我来带一下好了 我现在先来选一下我要带的饰品 我今天想要 我现在的分法是 我现在有三个饰品盒 那我目前这个绿色是装银饰 然后我还有一个爱心的 这爱心我一定要会装金饰 带个简单的锁链好了 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品牌 Majorica的 这个我有跟他们合作 就是固定给我的粉丝 有比较优惠一点的价格 是九折 它的价格没有办法给到很低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不太打折的专柜品牌 今天感觉可以带耳扣欸 这样 喔最近也因为看那个日记 所以就开始也疯狂觉得 很想要寻觅各种耳扣 耳骨甲 啊我现在只有一个 这个是之前Mini Matters的 今天带个简单的圈圈项链 这个蛮符合物件的感觉 就不要太抢眼 这个是Olive Muse Studio的 今天的底妆呢 上的是粉饼 我用这一颗 这一块完美日记的 雨顿揉霧遮瑕粉饼 就是揉霧妆感 是我觉得很适合 想要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时候 我会想要画的妆感 就是这种揉霧妆感 这样子揉揉啊 然后我会觉得 欸好像蛮无瑕的这样 然后我的腮红用的是Cara Beauty的 这两颗疊叉 这个是Self Care和Can Relate 这两个 疊叉是长这样 我主要是上这个 比较中间色调的这个粉色 肉桂粉色 那这个深色我只有稍微疊叉一点点而已 是蛮自然的 就是很适合日常的一颗腮红 这样子 那再来是我今天的唇彩 今天唇彩擦的是 是Anlisha新出的这个霧面唇釉 这个色号是N3号 它是一个偏橘粉色调的颜色 其实我有点算是叠叉啦 3号叠4号 它是这种湿柔粉雾质地 这个是3号色 然后这个是4号色 因为这两个颜色会偏清淡 是蛮适合淡妆的颜色 这两个 霧面霧面质地 颜色蛮漂亮的 那再来是我今天穿搭 今天上衣和裤子呢 都是来自The Days的 Xena的品牌 然后这件上衣呢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小胸的女生 如果大胸的话 会有一点把这个扣子撑开 我已经算很小胸了 我才逼而已 可是它都会有一点点微撑开 所以如果大胸的女生可能不适合 但如果你是骨感的女生 或是瘦的女生的话 胸部不大的女生 这件穿起来蛮好看的 全身的话我等一下再给你们看 这件裤子也很好看 是一个很漂亮的天空蓝色 粉蓝色这样子 我现在要先开始工作 然后晚一点再继续跟你们更新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上衣和裤子都是The Days的 颜色蛮搭的 然后我背跟昨天一样的这个小可爱包 这个是虾皮Room131的 这裤子的布料呢是蛮薄的 可是它又有一个它应该要的垂坠度在 然后它的裤头这边是有点隐藏扣的设计 这样子 配个短板上衣呢刚刚好 然后长度我觉得也OK 就是一个会落地 但你稍微穿一点点小跟的鞋子就OK了 现在是快十一点半左右 我刚刚已经把我影片的东西弄完了 刚好可以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出去买个东西吃 然后我今天会有一些包裹来 我想说如果下午有送到 我再跟你们一起开箱这样子 现在呢有几个包裹可以开给你们看 这是我这两三天收到的 有些是光弯瓶啊 有些是我买的东西 我就一样就是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开包裹 今天的那个天气没有很好 所以我觉得光线有点暗暗的 我趁现在才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就不要太晚 我怕等下到四五点天气 天会变很黑 这样 先来开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饰品卖家Pure5 我之前就买过他们的饰品 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 最近他们出新品了 我就有再买 这样 都是他们自己手做的饰品 上面长这样 哇好可爱喔 我买了两个的样子 诶我买三个吗 还是他这是一组的 啊总共有三个 然后我其实只买两个 只是因为他六月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是说满1200 然后他会多送一个饰品 所以我现在总共有三个 这样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我主要是看中这个项链 我之前有一个那个三胜的项链 就也是他们家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有点像花朵的 花朵啊 树叶果实的感觉 哇满可爱的 然后是耳环 太开心了 有两个耳环 先开其中一个 这个是这样子 他都有一点这种透明元素 而且他的两只耳朵是不同颜色的 这一家也是之前有粉丝 推荐给我的 就是他在底下留言 跟我说 我后来就去逛 就一逛成主顾这样 很漂亮耶 我喜欢 这个他送的也很可爱耶 像这样子 蓝色绿色系的 我最近很喜欢 蓝色绿色的 穿搭 就是各种身上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蓝色绿色 也是这种垂吊式的 这种垂吊式的 就很适合 绑头发的时候 这样子 垂坠的感觉 好这是第一家 Pure Woo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逛逛 他是在虾皮上面的卖场 这样子 再来是今天收到的包裹 这个是点胭脂的新品 他们出了气垫粉铺 还有植绒美妆蛋 盒子也是一如往常 很有那种 台湾风情的包装 不过这种植绒美妆蛋 其实我目前用过其他品牌的 我都觉得没有特别好用 所以不知道他们做的 这种美妆蛋好不好用就是了 然后里面还有新的 粉铺 这种是一般的白色粉铺 这种是一般的白色粉铺 还有他们出了气垫粉铺 这个我再看看明后天来用用看 再跟你们分享 再来接下来这个 我自己还蛮期待收到的 这一个 这是 这家叫什么 我忘了 这家是叫山木艺术 然后 这是他们出的那种流动画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看了觉得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会长得像这样 它里面有附好颜料 然后你颜料混合混合之后 你就倒到你的油画布上面 它就会自然的形成一个很漂亮的油画 这个我想说 我想想明天或后天我来做的时候 来拍给你们看好了 这一个 然后里面就是有附它的颜料 我选的颜色是偏这种 湖水绿和粉色系还有白色系的颜色去搭配 我还不确定要怎么做 可是应该不会很难 我有看人家的影片 觉得感觉蛮好玩的 所以我明后天的时候 有做再来拍给你们看 嗨大家 我刚刚剪了 应该有一个多小时的片 我今天觉得 莫名的很不想剪 今天是觉得 想要先暂时休息一下 然后呢 我突然会躺在我瑜伽店上面 诶我不知道什么 我觉得就是 躺在瑜伽店上面有一种 很放松的感觉 有人也这样觉得吗 然后我在录影片的同事 我突然觉得 诶我的眉毛 今天画得蛮好看的诶 这样露出来 我今天用的是那个 MAYBELLINE的一个新的眉角笔 它的线条好俐落 这就是一个 大家都会有的 工作日常 就是 工作工作就觉得很累 想耍废 这样 在家工作也是有这个好处 就是 你 不想工作的时候就 偷偷耍废一下 我刚刚呢 洗完澡吃完饭又剪了 大概一个小时的片吧 我意外的把今天预计要剪的片 很顺利的剪完 我本来有 刚刚有一点点懒得剪 没想到剪的还蛮快的 还算顺利 就是剪到我 应该要有的进度啊 大概初剪这样子 然后我明天会再 继续剪剩下的东西 对 明天见 今天是礼拜四 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 然后我今天比较晚一点点起来 然后因为我今天刚刚有拍摄 我有拍一些照片和图文的内容 就是我IG会发的内容 那我今天的腮红和眼影都是intergrade 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就是有那种日系画出来的清透自然裸妆感 可是又能够达到那种刚刚好的清纯深邃度在 那我的眼影用的是intergrade这一盘 这个色套是OR707 其实说真的它的显色度不算非常高 可是它画起来就是会有一种很自然 而且很漂亮的妆感很清透 那再来是我的腮红也是用intergrade的 今天用的是B1这个 B1321这个颜色 玫瑰色但是是偏涂一点点的玫瑰色 它有出两个颜色 其实它的色调不会差异非常大 这个是PK 它就是在偏粉一点 那我今天用的是B1这个色号 偏棕色涂色调的感觉一点 可是它其实上在脸上反而是蛮自然的融入肌肤的感觉 这是它涂在手上的样子 其实这一个很意外的它叠在脸颊上的时候不会解块 而且我叠在多我一直补擦 我想说今天拍照所以我擦的比较重一点 但它的颜色都还是能够呈现的很漂亮 而且不会觉得推不开或是解块的样子 我脸颊这里没有打亮 可是它就是有一种腮红自带的那种皮肤光泽感在脸颊上 这样子很漂亮好喜欢喔 我就搭配个这种大卷法比较日系 气质一点的路线这样 那再来是我今天的 还有什么耳环好了 耳环是我昨天开箱的那一个Purewood的耳环 跟我这个Jayson打扮蛮搭的 我很喜欢剪妆 啊还有唇彩刚刚忘了讲 唇彩的话我用的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光泽版的 我的色号是102 然后我有叠差一点103在唇中央 这样这好像前几天也有用过 饰品的话我今天带的比较优雅一点的款式 所以我没有带的非常多 手上这一个金色绿宝石 这个是虾皮MT 扣的 然后这个珍珠的话是西班牙品牌 这个是Majorica的 手链这个也是Majorica的 他们家就是都是这种珍珠的样式 如果你是走这种气质啊 然后知性成熟路线的话 他们的饰品会非常非常适合你 这样好 那再来是我今天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单品 就是我现在这个上衣 这件超级超级漂亮的 这个我是跟一个日本代购Saya in JP买的 然后这个品牌呢叫Castane 其实我在买 我收到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品牌的 品质很好 而且我就上网查一下Castane这个品牌 他们的衣服都很对我的胃口 有一点点特殊造型 可是他又是有一点轻柔 我带一点日系感觉 那有时候想要个性点的单品也有 就是他们家的衣服都做得非常漂亮 他的这个花朵超级漂亮的 里面这个背心是本身这件附的 那再来因为其实日牌本身单价就比较高 然后他的材质其实做得很棒 你不要看他是长袖 他穿起来非常舒服 而且他的材质可能因为还不错的关系 我穿起来不会有那种闷热感 就是如果是夏天的冷气房 我是穿得住的 而且这一件其实他本来还有蓝色 我觉得蓝色比较特别 不过因为蓝色要等到7月左右才有进货 反正当时我买的时候是刚好的现货 而且好像最后一两件了 我就买下来了 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就一直宝贝着想说 要哪一天拍片的时候穿这样子 我等一下要开 要休息一下吃个饭 现在还没吃我的早餐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裤子 我配一个粉色裤子 我本来怕不搭 可是好像 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再给你们看全身的样子好了 这样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我现在是要出门去便利商店交个费 然后买东西吃这样子 那上半身就是刚刚跟你们说的 裤子的话是一个粉色的 这算什么老爹裤吗 就有点微宽裤 可是它下摆这边 裤脚这边稍微收起来 然后它穿起来蛮舒服的 是棉麻感觉的 这件粉色裤子呢 是韩货AFA的 AFAD 然后鞋子的话是 我忘记什么品牌 不过是Cody布上面的 全身的样子 这一半因为比较多拍片 或是各种拍摄 所以我这一半好像都比较有打扮一点点 就是比较有认真穿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的穿单我也蛮喜欢的 现在是下午4点 因为我刚刚工作到一半有点累 所以我想说 不然我现在来做一些疗愈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跟你们开箱的这个 山木艺术的流动画 我来玩这个好了 顺便录在我的vlog里面给你们看 那我刚刚有先看过他们 YouTube上面的教学 其实不会很难 所以应该还蛮好玩的 它是染绿色和 好粉色 里面有四罐颜料 这些颜料 倒进这个杯子里面 然后加水稀释它 这个小的是细胞剂 然后要加到其中一个颜色里面 薄荷绿的颜色好了 再来呢我要把我刚刚那四个颜料混合 进这个大杯子里面 好 再来我要用的是倒扣技法 因为我觉得那个 这个最疗愈 它的倒扣技法是 先把画布盖上去 我自己也好紧张喔 倒过来 然后好像就拿起来吧 哇哦 哇 这台就是这样子转 让它开始流动就对了 它还有很多种技法 就是你可以用吹风机啊 或是你单纯一个一个去用 反正就是很多玩法 我看网路上有很多种教学 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后这个其实不会很贵 这一幅画全部大概 就加上这些颜料五百块而已 而且又可以自己玩 蛮适合最近大家在家 无聊的时候 完成了 我的流动画 然后要静置大概半天到一天 再上定型胶 给大家看一下 我明天再继续拍给你们看 嗨大家 今天是礼拜五 我今天呢早上一样是画了妆 然后拍个照片 和一些试色照 这样子 就我刚才试完色 我还没有卸掉 我想说我顺便 可以给你们看我今天画的眼影的颜色 好先来讲眼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等下直接卸掉 眼影我用的 跟昨天一样 就最近很喜欢用Intergrade这一盘 那我今天用的颜色是这个 RD706 比较偏灰阶色调的玫瑰色 是这边这几个颜色 那我昨天画的偏橘的颜色是这一个 这个是OR707 我今天用的是这样的 这边的颜色 这样子 我今天有用这个 我前几天跟你们开箱 这个点焰之星的直容美妆蛋 现在是已经有沾水的情况 所以它比较大颗一点点 那它这颗直容美妆蛋呢 它表面都是有那个绒毛 但是只有这个鞋切面是没有绒毛的 底部是没有绒毛的 底部就是一般它们原本美妆蛋的样子 然后它的形状是长得像这样有点葫芦型的 这边有切面 那它的官方用法是说 这个有绒毛面的话 拿来上遮瑕会很服贴 会很漂亮 然后其他像没有绒毛面的话 就可以拿来推底妆 或是拿来back都可以 那它这个其实在我沾水之后 或是现在我握着的这个手感 都是蛮有分量感 就是跟你一般美妆蛋的感觉不一样 会觉得它很扎实 然后回弹力很强 就会有种 你再握下去的时候 它很真实的在抵抗你手的力量的感觉 我今天是搭配YSL这一罐 好像超磨极润光感粉底 我有点忘记全名了 我是搭配这一个 它是比较属于贵妇奶油肌的类型 好 其实搭配什么粉底不重要 重点是它上起来的妆感 我觉得 嗯 会有一点点吃不进皮肤的感觉 这种直容美妆蛋 我之前用过031的 其实我就没有很喜欢 我会觉得这种美妆蛋 会把粉底很浮在脸上 没有办法很吃进皮肤 那相对的来讲 就是它跟美妆蛋比起来 它的遮瑕力就会比较好 只是我怎么上起来 就是会觉得有点不顺手 因为如果我想要遮瑕力比较好的话 我又觉得用刷具 底妆刷来上它 会比较漂亮 然后用这个直容美妆蛋 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妆感 就是镜头上比较感觉不出来 这个比较是 就是自己在化妆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出的那一点差异 这样所以我目前来讲 我没有说到特别喜欢 可是因为它的直容美妆蛋也不会很贵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单纯长鲜的话 我就可以玩玩看 可以试试看的 总之我自己目前试到各种直容美妆蛋来讲 我都没有到非常非常喜欢 接下来是我的唇彩 今天唇彩用MINA这个114号 然后是他们的刺青唇膏 这样子的颜色 它的质地是长这样 我觉得这一支 要这样子按压过后 比较好看 就是保留它那种软唇的颜色 比较好看 然后它持久力其实算还不错的 饰品这一个的话 是Majorica的 这边手上的饰品 我今天走一个比较民族风 民族日系风的路线 那这一个的话是 台湾品牌Silver Twinkle的 然后另一个这个也是Majorica的珍珠银饰 再来我的戒指 这一个是淘宝的 很像什么玛瑙石的感觉 满民族风的 然后另一边带珍珠的戒指 这个是台南的IASS 然后我今天穿的是洋装 这样子 还蛮凉的欸这件 就是它的材质蛮舒服的 这一个是来自韩国Codybook的 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的 那个购物网站 再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发型 刚刚忘了讲 很日系的发型 我这不长这样 有吗 一个小结 然后我底下是绑 山谷边再把它绑起来 这样 最近觉得天气都蛮硬的 所以我不确定 这个影片拍起来 感觉如何 再擦个护手霜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昨天做的流动画 现在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干了差不多之后 我要上保护胶 对现在都OK 可是我觉得哇 没有弄得很好 这里有点小气泡 但算了 我昨天在发Instagram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分享说 其实也可以自己去买材料来玩 这是我今天这件洋装 这个呢是我之前 有在我IG上面发 请大家帮我投票选衣服的 但我必须说 这件我没有很喜欢 我当时本来 就是这件比较觉得还好 结果我没有想到这件赢了 然后后来收到之后 它的材质其实还不错 涂样还可以接受 只是它的版型有点显韵 就是我其实已经不算是那种 小腹很大或是什么的 可是这件不知道什么在我上半身 就看起来 就真的有一种 有点微韵妇妆的感觉 然后侧面 我是觉得侧面背面还ok啦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胸线这边做的不是很好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做腰的感觉 再不然就是可能也自己要细腰带这样子 或是要背包包 让这里稍微不要这么宽松 这样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 然后我刚刚洗完再吃完饭了 我现在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的面膜 是这个NES的 那我之前是跟人家团购买的 然后后来我自己用的也很喜欢 就有在影片中跟你们分享嘛 而且它不是那种太浮夸的功效 它真的就是修护 然后让你的脸会变很亮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用个一两次 看心情 是贴的 不会有厚厚的面膜纸在脸上的感觉 然后我就敷个20分钟左右 敷贴性 游戏哦